今天本市的有在增加一例 确诊者曾经参加小巨蛋的演唱会 那目前卫生局已依程序在做相关的疫调 那截至今天中午 合计有16例的一个确诊者参加这个演唱会 那演唱会的相关匡列区隔总共有340人 那卫生局也同步发送了一个足迹的一个简讯 有39154封 那也再次的呼吁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要加强自我的健康的监测 那外线市旅游室的部分总共有5例 那5例的部分其中2例 那虽然是转型台北市 但是基本上对我们社区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影响 那比如说在30757这个个案 它基本上在过去14天几乎都在台北市 那在前天到高雄来这边 有一些活动商演的 有一些活动工作上的需要 那接到了有人有这个 因为台北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个通知 那因为他想到说那4月8号 也有去参加这样的演唱会 于是他就到医院去裁检 那确诊为这个本土个案 那这个个案呢 根据我们的疫调 也掌握了它是在黄二B区 那所以在4月8号这边 其实在高公司这里已经发现了 至少有5例的确诊个案 在4月8号这边